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发生在我当内科住院医师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恰好轮到我值班 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 因为十二指肠出血住院 当时依照治疗的惯例 就为她插鼻胃管 管冰水止血 并且观察她是不是继续出血 凡是插过鼻胃管的人都了解 把一支塑胶管从鼻孔里一直插到胃里头 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但是当我为她插一下的时候 就发现这位女士非常的镇定 她不但不像一般人 会紧张抗拒 有呕吐的反应 甚至会来拉医生的手 她平静地 甚至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真是使我非常的钦佩 然后我为她检查身体 发现她腹部右边 肝脏肿大起来 而且非常硬 就为她准备隔一天 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时候我发现 她的手上有佛教徒受戒时 燃香供佛恨的戒吧 我才了解 原来她是一位很用功的佛教徒 那天晚上因为没有病房 所以她就暂时用推车睡在走廊 我服务的软综合医院 因为病患很多 病房时常客门不够用 所以时常有患者 必须睡在走廊 睡在走廊的患者 如果不是闲 走廊有人走来走去太吵 就是嫌没有平让厕所 或是上厕所不方便 总之如果有人住在走廊 我就有听不完的埋怨 但是这位女士却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天晚上因为事情很多 整个夜晚不是处理这边的患者 就是急救那边的患者 一直忙到早上五点钟 差不多处理告一个段落 走过她推车旁边的走廊 她看到我 就合掌跟我说 过医师 阿弥陀佛 你们这里空气很好 早上四点多 早上四点多 我就把早壳做好了 早上四点多 这是一位 未长又出血 又插了一条鼻胃管 住在走廊的人 所说出来的话 你们这里空气很好 早上四点多 早上四点多 我就已经把早壳做好了 真是使我感动得 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一般人如果像她这样 不知道会如何懊恼呢 不像她大清早 还是一样平平静静的 起来念佛 诵经 真是不简单 但是大不简单的事情 还在后面的休息 隔天超音波检查的结果 它的肝脏里面 长了一个肿瘤 切片的结果 显示是肝癌 因为她一直没有痛苦 所以也没有发现 当时因为我认为 她的修行功夫 是一等一的好 所以考虑的结果 就准备将她的病情 老实地告诉她 当时我也担忧 万一她要是想不开 受不了 那要如何是好呢 因为生死 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我考虑再三 认为对一位真实修行的佛 还是对她说明真相 让她有准备 比较好 所以我就老实 对她说了 没有想到 她好像老早就准备好台词 来回答我说 我若是多活一天 就要为众生多做一些事 如果哪一天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该回去 我一生就等待这一天 阿弥陀佛会来接我 没有杀的话 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心中非常的惭愧 我再三反省着 自己是不是能有她这种 伟大又潇洒的胸怀呢 在我的心目中 虽然她没有钱 也没有势力 也没有名声 也没有地位 她只是静静地贡献她自己 但是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是那么崇高 我尊敬她 就如同尊敬一位菩萨一样 当时台大的教授 为她参与了小手术 准备把肝脏中肿瘤的血管拴散起来 但是因为她的血管太过弯曲 所以那次的手术失败了 她就出院回家 最初几个月 我常常和她联络 直到她都照常参加拜佛和慈善的服务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一来因为我的工作忙碌 二来每次想打电话 向她请安的时候 我的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虽然我知道 如果她不在人间了 就一定是在阿弥陀所有身边 做大莲花 学习更多的佛法 要来利益众生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污染的世界 正是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我的心里 真是舍不得她离开 时间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 像她长那么严重的肝癌 所剩的生命并不长 但是一直到超过医学上统计的许多个月 有一次我去她长聚的寺庙 就请问里面的师父她的状况 老师 当时我的内心七上八下 心脏跳动得很快 没想到我得到的答案是 她身体很好 仍然时常帮助大家学习佛法 并且为需要温暖的人服务 我听了之后 我听了之后 抬起头来 看着大殿中的佛像 突然间我仿佛了解 了解到佛菩萨 佛陀佛的眼睛 我好像 好像微微的在笑着 又好像充满了眼泪 我可以 在那个时候 我的内心充满了感动 想想看 有许多的患者 有许多的患者 每天都烦烦恼恼的 烦恼自己 没有多久可以活了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并不是没有多久可以活 而是活了多久都没有好好的活 从来没有放开自己 去关怀别人 把握有生之年 好好的贡献自己 每天钻在牛角尖中 愁眉苦脸 像这样的生活 每年一百年两百年 都是枉然的 这样子是活一天烦恼一天 甚至活一天烦恼百余天的事情 活一天就痛苦一天 甚至还想摆于天前的事 来使自己痛苦 这样活越久就越痛苦 好像再吃一碗 又难吃 不吃又不行 有大碗的饭 吃的又要藕 又要涂 我觉得这样的人 大多不是生病死的 而是烦恼死的 时常我也能 和这位女士一样伟大的人 她们不烦恼她自己 只想贡献自己 为众生服务 结果她真的不用为自己烦恼 因为这种人 佛菩萨早就为她安排周祥了 这种人 这种人甚至连生病 祝愿都能给人很大的启示 很大的鼓励 甚至到她这段生命结束的时候 她的伟大的精神 都永远活在我心目中 做我的老师 做我的榜样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我都要流传她的故事 让千千万万受苦中的人知道 痛苦中 并不是一定要愁眉苦脸的 为自己埋怨 只要我们提起精神 发挥我们生命的光辉 我们就没有白活这一辈子 我们都可以学习这位女士 充满信心 只要我们活一天 就为众生去了 多做一点事 哪一天我该回去了 阿弥陀佛就一定会来接我 呢 hvis你 ¡